就是酿酒是这样的好心情 才能酿出一杯让人喝了开心的啤酒 克里斯原本是德国柏林酿酒学院的讲师 酿酒经验超过十年 三年前来到台湾酿造有台湾风味的啤酒 都是因为叶冠婷 我是在北京认识他的 那时候其实那也是算是研讨会 那我很惊讶的是 我觉得在中国人的地方 德国人愿意去教你酿啤酒 克里斯当时的工作 就是到世界各地的啤酒厂帮忙解决问题 也因此旅行过许多大城市 每次总是匆匆来去 台湾却让他多留了一段时间 我当年我听到台湾的很多次 我当年年 你知不知道每个玩具都在台湾 所以我一直以为 这应该是一个狂的地方 这应该是一种狂的地方 这应该是一种狂的地方 但那是真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兴趣 当 Quentin说他是台湾人 有没有机会你可以来台湾就是帮我看一下我的酒厂啊 给我一些建议啊当我的顾问啊 然后他对台湾的一切很非常惊讶啊 就是每个细节不偷懒都得按部就班 Chris对酿酒充满自信热情 从传统的酿酒国度来到陌生的亚洲城市 在台湾他找到知音找到伯乐 一个德国人一个台湾人 要新手把他们的啤酒梦打造的更明亮迷人